告訴你 落到我們真機對手裡 你就沒有敲不開的嘴 白大哥 六秒 你說 一瓶 十分 我就和你 动就打死了 手举起来 你们 你们先干嘛 干嘛 等会儿就知道了 跟我们走 走 快 快 变成功 白大哥 白大哥 小雨 怎么是你啊 我在这儿等你呢 等我 怎么回事 我刚才露过这里 没想到看到柳禅姐 我正想上去跟她打招呼呢 你猜怎么着 出来两个男人把她给抢走了 他们拿着枪 我不敢声招 就悄悄地跟着他们呢 被人劫走了 带哪儿去了 就在那边一个小院子里 我记住地方了 我刚才看到柳禅姐 像是在等人的样子 所以就过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真的碰上你了 赶紧带我去 跟我来 白大哥 就是这里 我亲眼看见那两个男人 把柳禅姐推进去的 那我进去 我跟您一起去 不行 你带的事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千万不能露面 我知道白大哥 我不会添麻烦的 添什么麻烦 是怕你有危险 记着啊 一定要待在这儿 那你小心点 说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在朝阳城到处犹大 还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事情 说 你什么人 瞧哪儿来的 是不是新四军 不说是玩法的 告诉你 落到我们真机对手里 你就没有敲不开的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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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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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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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辰姐 白大哥 小心后面 走 等安静走 走 快走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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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报告 少佐 我们的人发现 林木大卫的计划已经成功 潜入朝阳城的新四军突击队员 已经上钩了 与此同时 新四军的突击队员 应该已经知道了 美国飞行员关押的地点 你蠢子果然厉害 不愧是谍战界的精英啊 这样一来 既可以打入敌人的内部 又可以诱敌深入 这一箭双雕的计划 确实不错 那我们马上按计划布置 等待突击队员前来送死 按原计划进行 但是有一点要记住 这一次 我们猎杀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他们的队长 马志成 少佐 这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将他们一网打尽 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心急 他们这帮人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况且 就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话 也未必是件好事 少佐 这是为什么呀 你想一想 我们就算是 这一次不把他们歼灭 那新四军 还会建立起新的突击队 与其这样的话 咱们还不如把春子 顺利地护送到他们的内部 这样一来 从今以后 新四军所有的信息 全部都由我们自己来掌握 而他们的情报 也会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 这才是我们虎穴计划的重点 所以 他那个队长 正好就是春子的绊脚石 因此这一次 一定要把他给干掉 黄队长 你要不管 有任务啊 又是当炮灰 日本人事前也不打个招呼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 鬼才知道呢 日本人不让说了 什么都不知道 这不是瞎忙活吗 要不怎么说 日本人不把他们当人看呢 说是有紧急任务 要对付新四军 在城里打埋伏去 新四军进城了 那这事连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别说你了 牛司令都不知道 那个什么石元呢 直接拿着赤板的命令 就来调兵 说是新四军有什么营救行动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让干嘛就干嘛吧 王队长 千万小心啊 多谢了啊 这次打仗回来 我得请你喝酒 咱们庆香楼百一桌 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快点儿 干啥呢 好了吗 完了点儿啊 灯 灯准备好了 那行 出发吧 好嘞 出发吧 不快 酒了啊 那行 回头喝酒啊 走了 好 等你回来啊 王队长 好嘞 还踩一步